这个时候就是吃泥蒿的季节 价格也不贵,非常的新鲜 很多人喜欢它的味道,但是总是炒不好 要么发黄,要么炒老 今天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它的家常做法 先将泥蒿再乘小段,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叶子也可以留下的烙饼,加一点面粉鸡蛋,非常的香 准备一块瘦的猪肉,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将切好的瘦肉丝放入碗中 加入一点湿盐 来一点胡椒粉 来一点生抽 来一点老抽调色 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用手将它抓匀 然后往里面淋上一点玉米油 用叉子将它看平,给它腌制一下 再准备几瓣大蒜,去皮,然后切成薄片 将切好的大蒜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几个干辣椒,用剪刀将它剪成斜段 水开之后加入石油 下入泥蒿 水微微开的时候就立马捞出,千万不要煮过头 锅里热油,下入肉丝翻炒一下 炒至肉丝完全变色 再加入蒜片和辣椒 继续翻炒一下,炒出香味 再下入泥蒿 大火,翻炒 炒匀之后,再调入生姜的食盐 再给它翻炒均匀,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好的泥蒿 香辣,下饭,真的是超级的美味 而且颜色非常的脆绿 吃起来一点也不老 泥蒿下锅之前,先给它焯一下水 焯到半生的状态 这样的话,颜色会保持得更脆绿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拜拜